各位网友,大家好,欢迎各位收看Beyond KOL 今天就特别了,因为讲个题目是大部分人都可能没什么兴趣的 就是巴西,那又不是哦,现在踢世界杯,很多人讲巴西的哦 没错,所以大部分认识巴西都可能会有个叫尼玛的足球员 但是今天我们就不是讲尼玛,就讲另一个传奇人物就叫Luna 那他是谁呢?就是刚刚当选了巴西总统的 那他说,喂,毛拿拿怎么会讲Luna的呢? 因为我们很多时候都focus在,比如说中国对美国 所以讨论永远都是民主、独裁就讲完的了,没有中间的 但是其实呢,如果我们真的放眼世界的话呢 我常常都觉得在民主和独裁之间呢 其实都还有很多gray area的 特别是在一些所谓的发展中国家呢 其实呢,是可以学到很多东西的 那所以今天呢,我就找回Timothy上来 那大家如果记得Timothy的话呢 很早很早我们Beyond KOL开台的时候呢 其实都找了Timothy上来,讲巴西的 Timothy曾经在巴西都住过一个很长的日子 所以他可以分享一些他个人的经验 那麻烦了Timothy啦 其实你是什么时候在巴西住的呢? 我住就是2009年至2016年 但是巴西的国家我认识差不多是1999年开始 Timothy啊,不如你说一下刚刚赢出总统大选的Lula 你对他的认识不如跟一个个性格的观点 可以跟大家讲一下吧? 好啊,其实Lula这个人呢 你回到70年代呢 工会出身 是小时候去到小五教育而已 但是呢,他的charisma很厉害 他是受到大部分工人阶级的支持 他差不多70年代那时候呢 他已经对政治是很关注的了 大家知道巴西70年代那时候是关人统政了 那他曾经是被视为是叛乱分子 是被人捉过错过牢的 那去到大概90年代呢 96年左右呢 我看大概他开始参政 但是就选不了 那于去到2002年呢 那他真的选到第一届总统了 第一任总统 就是他的第一次 接着2006年就第二任连任两届 那他其实想第三届都继续 但是因为巴西的总统和美国一样 是只可以连任两届而已 那他就要退给他的 差不多叫做手下 就是Dilma Dilma就是2010年 那他其实今年赢了 他已经78岁了 你想想他政治生涯都很长 那我也问回 其实呢你刚才说了 Dilma呢 其实他做了两任八年了 那他停了一阶又上回来 你觉得这个会不会有点奇迹呢 就是很少看到一个人是停了这么久 再上回来 因为其实我自己到巴西都有少少渊源的 因为我以前那间公司都有投资在巴西 那当时就是 就是Lula就是圆了两个窗 然后Dilma就上任接任他的 那所以其实当时呢 我记得巴西人挺怀念他的 就是他对他的那两任 觉得巴西强大呢 是Lula有很大的一个贡献在那里 你贊不贊成这个看法呢 没错了 不如我给你们一张照片看看 大家看不看得到 看得到 Lula我刚才说过 是2003了 因为他2022年算到 去到2010年了 接着就是Dilma Dilma就被人弹劾了 接着就到Michael Demac 他是一个律师来的 接着就刚刚输了的Jair Barsenara 为什么这个是奇迹呢 我可以告诉大家 差不多是天时地利人 当Lula2010年退任的时候 他的民意是超过80% 我看分分钟我不知道奥巴马多少 比奥巴马更高 所以在历史来说 一个卸任总统民意超过80% 是很厉害的 为什么那个奇迹呢 就是去到2016年 那个两年 反corruptions 以及经济开始下话 那段时间之前 他也有一场很大的丑闻 我看不过那么多人知道 就算是一般时势平平家都不知道 就是一段錄音 因為Dilma被人指責 查的時候 已經開始在查Lula Lula居然打電話給Dilma 就被人打了一條線 就說 我現在被人在查 Lula跟Dilma說 如果你請我做內閣 因為巴西當你是現任內閣的人的時候 那個指責是要停的 居然這段錄音就被人錄了出來 那這段錄音就爆出來了 結果 從下短說 Dilma就判斷了 坐牢 Lula也在坐牢 為什麼這是一個奇蹟呢? 就是他坐牢這段時間 這一年多 他不斷上訴 不斷上訴 上訴到Supreme Court是說 以前你的控罪不正立 不能夠實立 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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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變成無罪釋放 所以他才可以上這屆選總統 其實2016年他已經上回來選總統了 但是他選不到 因為那個時候那個醜聞就剛剛爆出來了 其實為什麼一個讀書人不多的人 你剛才說過他也是可能小學畢業 為什麼有這麼大的charisma呢? 這裡要看回巴西的背景 說過剛剛略略帶過他70年代很活躍 他是工人階級出身 他是受到很多較為沒有學識的人的支持 巴西你明白 你看回Terenc一年前 一年多前我講過ABCD Class E Class 其實大部分都是窮人沒有什麼學識的 一脫人一堆人來說 是非常支持他 你看到紅色的呢 就是支持LULA 是PT 工人工黨 Bosanaro就是藍色的 那麼藍色的 南部的巴西 你可以看到一般都是有錢少少 教育水準高一點 而聖保羅也是支持Bosanaro的 東北了 這些就較為近一些 african 即非洲的influencer 是非常落後 我一點要講清楚就是 巴西這個國家是很大的 這個是跟美國一樣的 而它的不同就是 南邊有錢 和北部窮的極端呢 是非常之大 差不多等於中國大陸 在北京 和去到一些 第四、第五線的城市 是路都還沒有建好的 所以這個是非常之極端 以這個人民的收入 infostructure 其他東西 所以你說它像美國 其實是非常之相當的 而且這個也是很 對這個南美的影響 或者對這個第一國家的影響 這個選舉出來的 影響是非常之大 而好像美國一樣 兩岸和中部 巴西就是南邊 和東北 那我想知道 其實巴西和美國不同 巴西是一人一票的嘛 就是很簡單地 哪個票多就哪個贏的嘛 其實你看回巴西 它是要簡單的 一人一票 由於那個 人不識字 或者文盲程度高 這個是我2010年自己 你發覺這幅圖畫 這個不是總統候選人 這個是Federal government 那個Number是強很多的 是Permanent Front來的 你看回那些牌 這個牌擺在街牌 你看到 那個Number是大了 那個名字很多的 為什麼呢? 因為它要做到一個投票 是容易被人不識字 都可以投票 投得來 一人一票 非常簡單 majority wins 就是這麼簡單 但是造成的影響 就是有買票的情況 怎麼買呢? 就是 怎樣去買票? 給他一些錢 還是怎樣 這樣賄賂不行的 其實這些很張揚的 比如窮人 你只要很簡單 我一個星期 有免費飯盒 你來投我一票 我的政綱是 你將來的子女上學 不僅是他們有得吃 他們還可以拿食物回家 就是你要明白到 第三世界的國家 有些人窮的程度 是窮到 連飯 就是吃飯都有問題 所以這些變成很瘦 一般窮人來說 大部分都是窮人 變成很受惠 所以買票的情況 誰都知道 我聽就聽巴西朋友 都是這樣說的 這些是 好像 講句操俗些 好像社團 鬥曬冷鬥蘇多人 這些隨時是 買票情況出來 現場 protest 這些是一個巴西的 culture 很 common 比如說做世大會 可能那些人都是 有些少許做馬 給錢 一定 一定 巴士送到 那天去哪裏 上巴士拿個飯盒 到時三個小時 麻煩你 舉旗什麼顏色 站在街上 叫什麼口號 三個小時 到時候 上巴士走人 那兩年 每一個禮拜 在抵抗 看到一些人 抵抗 都是這樣 我又給 剛才說過 刁馬 抵抗 這個大概 2015 2016 刁馬 又被判斷 這個應該是 聖保羅 這條街 就比較好些 這些校圍是 真是 受教育水準 高一點 就未必是買票 如果你是其他 一般在街 的人 大部分 都是有個飯盒 有個買票 這個 我亦都不排除 一般有部分人 是這樣的 這個是非常之 普通的 大家都知道的 這個 譬如 這個黨 今年有10萬人上街 明天不行 我們要拿夠15萬人上 那就 是不是都要買夠15萬人上街 來做那個勢 最後 我想問一下 因為我都分享自己的經驗 我去 Brasil的時候 當時 他應該還未扮奧運 和未扮世界盃 當時 因為公司的緣故 都投了一些 購物購物購物 我們都去參觀 他們投了購物購物 我發現這個都挺漂亮的 不差的 完全不像一個發展中的國家 當時你不要忘記 是十幾二十 都差不多十幾年前 起碼 還有當時 從一個投資角度 因為 奧運 又來 然後世界盃 又來 投資者就覺得 巴西會 應該之後 就成功了 就成功了 這樣 當時 當時 我和巴西 當時 那些地方的人 去談 他們當時 都有他們自己的 其實他們都是很正確的 為什麼 在過去十幾年 特別是好像奧運 世界盃之後 好像 就直接 江河日下 完全是變了另一件事情 什麼原因呢 那 看一點前奏 剛才說過 LULA 當正在2010年 衛國爭光 奧運 世界盃 那 有這些大項目 就多了 那又說回小新聞 小插曲 在那裡 跟醫生說 我說 到底那個 corrupt的程度去到哪裡 他說 那條路我給錢給了三次 我說 為什麼給了三次 他說如果放一元在那裡 要整條路的 七毫子 就會失敗了 真的放一條路 大概三毫子 那條路要整一元的 那要給三次幾千 才可以整條路 那這個差不多是 這些 巴西人知道的笑話 就是說 給了三次了 那就明白為什麼 去到這樣的程度 那其實 就是巴西的問題 就不是選票的問題 是 是 corruption 和 貧窮 和 低教育 可不可以這樣說呢 可以 那三樣東西 貧窮和低教育 都 差不多牽連著 譬如 我有小孩子 在那裡出生 你看那些公立學校 差不多 沒有小孩子去讀書 那些小孩子去 廣東話 就去啟 或者真的為了 吃飯 或者拿東西吃回家 那一般 家庭好些 都會去讀書校 那 我去那個時候 我認識巴西 2000年左右 1990年說過 那時候 受高等教育程度的人 是大概 5%至6%左右 因為我沒有記錯 我要找回自己 所以 一般受過高等教育程度 是很低的 那 那 因為 有一句俗語 就是 為什麽 覺得 他 沒有受過教育的人 就容易控制 受過多教育的人 就難管 那 這幾樣因素加起來 就能令到 為什麽 你問我們的問題 為什麽好像 翻來翻去 這幾十年都翻不了呢 就是corruption 你始終 你一年corrupt 十年你都翻不了身 這個問題嚴重到 是由 上樑最高的 去到 最低的 都是問題 去到 等於 如果大家 在香港生活 我們爺爺那代 50年代 香港警察收片 就是那些情況 至到今天 巴西都仍然存在 那就是說 其實來來去去 哪個賞場 都似乎 解決不了這個問題 我很衷心地回答你 我在這裏住了六年 我和所有朋友都談過 大家都會說 那四年刮到多少 就得多少 四年後就走人 所以巴西你看到 無論由國會 至到市場 沒有一樣的計劃 是計劃多於四年 計劃多於四年都多了 因為一朝天使一朝神 是一個挺困局的 巴西人都挺無奈的 所以較為有學識 和想走的 巴西人大部分都會走去歐洲 或者美加 那治安呢 治安是不是很差 治安是 治安是 治安現在來說是非常差 因為加上經濟不好 我在這裏 都是叫做好少少 因為經濟也叫做好少少 譬如我講一個實例給你們聽 譬如 一般教育夫 巴西人都會請工人 煮飯等於差不多 香港請菲律賓 那我亦都有幫我煮飯 亦都我自己在巴西 家裡生人都有請過工人 差不多每一個人都被人叫做 老粒過 老粒過 他老粒的程度去到哪裡呢 我看一般人都想像不到的了 他不需要找刀找槍 他只是光天霸日 譬如巴士站走過來說 我現在有支槍指著你 那你關掉一下 麻煩你手機 銀包自己放進袋裡 那一般人都好像自動式那樣就放進去 是非常之騎靈 我都不是很明白 但是一般人都不會說帶他 可能他真的有同黨在哪裏 真的有支槍在那裏 所以有巴西人說笑 不是說會不會被人老粒 是什麼時候被人老粒 那好吧 今天謝謝詹律賓 講了很多關於巴西的事情 也都讓我們認識到另一個世界 因為我覺得很多時候 我想我們的exposure 或者西方的媒體裡面 他們注意都可能會說 譬如說Russia 其實大部分人都不認識Russia 不過因為普京打仗 所以大家對Russia的了解 或者的興趣是多一些 但是譬如Brasil 或者甚至乎譬如智利 這些南美洲的國家 其實大家的認知 都相對地比較低一些 所以就希望可以擴富 大家的眼界了解多一些 今天謝謝Timothy 多謝 多謝 多謝你的機會 下次有機會 跟你再講一下 就是Brasil不同的事情 一定 一定 拜拜 拜拜